- 大家好我是路講 謝謝大家今天也來看我的影片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時空錯亂 這一支影片呢 是我還在台灣的時候拍的影片 這一支影片要跟大家開箱 我這次回台灣網購的日系品牌的衣服 這一次其實我回台灣只帶了三件衣服回來 然後就發現完全不夠穿 所以我就在煩惱去哪裡買衣服的時候呢 这个时候就非常刚好的收到Facebee的邀约 真的很感谢Facebee 其实Facebee这个网站呢 我是之前都知道 只是因为我住在日本的关系 都没有机会用 因为他们这个网站真的非常方便 是不用透过转运跟代孕 就可以购买日系品牌的衣服直送台湾 我真的真的真的非常喜欢日系品牌的衣服 如果跟我一样喜欢日系品牌衣服的人呢 看这支影片真的看对了 教大家怎么购买 那首先我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要怎么用Facebee这个网站 那我现在已经进到Facebee他们的网站了 这是他们的首页 其实我觉得设计的还蛮清楚的 最上面呢 现在这边有活动 我上影片的时候应该有可能是别的活动 或者是他们也会放一些重点商品的banner 然后滑下去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这里有人气商品 然后旁边呢 还有热门搜寻 那在下面呢 有品牌总览 他们Facebee这个网站很厉害的是 他们总共有400个以上的日本品牌 那大家就可以点到这个品牌总览里面看 去找自己想要的品牌 真的非常多 眼花缭乱 地中高价位全部都有 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 那我自己在找品牌的时候呢 我是蛮推荐大家可以用百破去找 因为每间百破公司 他们面对的TA全部都不同 例如元素的Lafolet 就适合元素的可爱风 我自己就非常喜欢Lafolet的衣服 他们有复古 又很可爱的感觉 那星宿Lumine Estor的衣服呢 他们就比较适合 20代或是30代前半的女生 然后去找他们的贵位列表 我就会看他们列表里面的品牌 在Facebee里面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呢 我就会看一下 就会发现很多很宝藏的品牌 这次本来不知道 我这次真的找到一个 我觉得超级宝藏的品牌 等一下给大家看 超可爱 我很喜欢 那我现在找一个品牌 点进去 让大家看一下他们的商品页面 比如说 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好我们点进去 然后呢 这里就会跑出所有商品 而且我觉得这个网站还不错的是 他们的价格跟折扣是非常透明的 跟日本贵位其实没有差多少 这里有很多 那如果说呢 你是想要找单一个类别 例如上衣连身裙的话 那这里可以选 跟类 女装连身裙 全部 这样跳出来的呢 就会全部都是连身裙 很美很可爱 大家看 那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 有点浪漫 可爱 然后大家看 我觉得它还不错的是这个 它的库存呢 写得非常的清楚 就让你比较好去估算时间 我觉得他们这一点 是真的做得很用心 这个连身裙很可爱 看它的光泽 超级可爱的 那给大家看 我自己找到的保障品牌 我自己找到的保障品牌呢 真的是我之前完全不知道 fi.n.t 非常非常的可爱 也有一点点发饰感 就看怎么搭 像我自己有点恋爱的是 这件水手服 可是这件水手服我最后没有买 我是挑别的件 我买的那个好像都已经没了 我觉得日系品牌的照片 都比较接地气 就比较好让你去想像 你穿起来是怎样 比较没有太过度的修图跟调角度 它做的这样蓬蓬呢 会显得这边的手腕比较细一点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这样子 有点泡泡秀的设计 热门搜寻这里有很多 在台湾算知名度比较高的品牌 例如Earth也有 大家真的要小心地逛Facebee 真的非常的容易失心风喔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逛 这次逛了好几个小时 一直在看 怎么办 每件都好想要 超可爱 放进购物车之后呢 就是正常的结账手续 那因为Facebee是走EMS 寄货的关系呢 就不用太担心关税的问题 那他们寄到台湾 统一的国际运费是1400日元 那当然这次合作影片 一定有优惠给大家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资讯栏 那我自己觉得他们这个网站 有一个小贴心的地方就是 在输入地址的时候 当然要输入英文 可是他们有附上 台湾中华邮政的邮局网址 让你可以点音许 就输入你家住址 就帮你换成英文 我自己觉得很方便 其实当然大家自己查 也没有花多少时间 可是我觉得他们很为客人想 才会把中华邮政的网址 付在那里 让大家自己去查 那我现在已经下完订单 在等他收到 等收到的话呢 就来开箱给大家看 大家期待一下 我自己也很期待 我买的都是有一点点小番吧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可爱 想推荐给大家的衣服 希望大家喜欢 我订的Facebee的商品 全都要购了 很快 现在拿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箱子呢 是长型的 因为我买了一个 非常非常特别的东西 让开箱给大家看 他们其实还蛮快的耶 我下订到收到 不到一个礼拜 差不多只花了四五天 反正还蛮快的 他送到的时候我还吓一跳 想说 蛤 怎么会这么快 我这次买了五个品牌 那我就一个一个品牌 跟大家介绍好 我刚才自己已经先开过一次 很多衣服的品质 都比我想象中还要更好 那我们首先从第一个品牌开始 早账品牌 因为我一开始是不知道这个牌子的 所以其实还蛮感谢Facebee 让我认识这个牌子 回日本的时候就可以好好地报买 但这个品牌也是我这次买最多的品牌 首先呢 我买了一顶帽子 夏天呢 就是要有草帽 这个草帽还超可爱的 它其实有两个颜色 我记得好像是黑色跟绿色 那我选的是绿色 那因为这个部分比较短的关系呢 它头是比较难整个进来的 所以呢 它这里会有 可以固定头发的东西 让你帽子不会掉 那它帽园这里呢 也有添加绿色做设计 然后后面的这个蝴蝶截 超可爱 先直接带给大家看 大家看 从后面看就感觉到 哇就是夏天的感觉 有一个蝴蝶截 这个蝴蝶截超可爱 下一个商品就是为什么我这个纸箱会这么长的原因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买羊截蛮瞎的 可是真的一看照片 我真的被俘虏到不行 它超漂亮 它的做工很细致 Oh my god 大家看它的刺绣多美 它是玫瑰耶 超美的 然后大家看它固定的地方 也像扭扣一样 其实老实说我自己是觉得 这个扣子的地方有点麻烦 但是因为它很美 所以原谅它 真的很像艺术品 所以我真的觉得是一个保障品牌 Oh my god 大家看你多漂亮 你们看像我走在路上 大家就会回头在想说 哇 这个人好浮夸 可是好可爱 然后另外收雨傘 它那个声音很疗愈 大家听 这个call一声 我真的觉得保障品牌耶 下一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用来给你洋装 我就说我真的是洋装扣 这一件洋装也是保障到不行 超漂亮的 很美很可爱 而且我觉得它们的细节都做得很好 扣子的部分 大家看它是透透的 然后这个透纱这里也有小刺绣 手举起来的时候 它下面这里是空的 我觉得整体会看起来有一点显瘦的效果 它里面还有内里 所以让你穿起来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不舒服 因为它整个质感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穿起来又不会太过于小朋友 下面裙子的这个部分 它也是除了内里之外 外面有这个透纱 这个纱上面都用紫绣 喜欢日系风格的朋友们 非常推荐你们这个品牌 下一件是一件 橙条纹上衣 我是圆肩 然后又有点驼背 所以为了遮掩我自己的身形 我通常都是穿比较浮花 或是比较设计感的衣服 尺寸看起来没有精神那么差 但是这件很调纹 短上衣 真的让我看到 不行 我要买 而且我要打它 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为什么会喜欢它 那它这款其实有一点点 微高点的感觉 我觉得蛮可爱 然后绿色扭迫四个在旁边 这样就有点增加它的 可爱感 还有玩味的感觉 大家看它的袖口 其实是比较到中间的感觉 然后它这里有做缩口 然后上面又有点蓬蓬的 它其实穿起来会有一点泡泡秀的感觉 就可以显着手腕比较细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一个杂质 然后又发起 然后又要怕我就把它搭成发起风格了 所以我就另外买了一件 绿色的短裤 绿色的短裤就不是FINDO这个品牌 是Archives 而且它穿起来很修饰 它的绿色也跟我在FINDO 买的这件短上衣是合的 这一套配起来超可爱 就是高腰短裤 因为我大腿蛮粗的 其实一开始我还蛮担心 它会显大腿状 但是这一件我觉得不错 最后就是它下面这个地方是做的比较熟的 所以看起来反而有显瘦的感觉 那另外我来买一个饰品 这个品牌叫做Chaihan 这也是我没有看过的品牌 那也是我想要找绿色的个款 很复古很可爱的品牌 因为我没有耳洞的关系 我是买这个夹式的 我觉得它也蛮可爱的 好那接下来是最后一个品牌 是Tilibeto 它们的风格跟我刚才介绍的比较简约一点点 我这次买了一些上衣跟褲子 那裤子先给大家看 其实它裤子伸缩是伸缩的还不错 那它的裤子穿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让它们这边也有做中线 让你腿看起来比较修长 那这件裤子它两侧都有口袋 它后面也有做夹口袋 让它整体看起来更有设计感 那这件裤子呢 我是另外有帮买一件上衣来搭的 领子是可拆式的 那你可以把它搭在其他衣服上面 大家看它领子是长这样 很可爱 那它本身这件也是像这样子的长袖T 它摸起来的材质非常舒服 加上这两款式我觉得都非常适合穿去上班 好那刚才介绍的所有衣服 就是我这次透过Facebee购买的日系品牌的衣服 我跟大家说我收到包裹的时候 真的是兴奋到不行 尤其是试穿的时候一在家里 金库太阳太阳太阳 尤其是这次我要推荐给大家的品牌 就是FITO 而且我真的整齐无意间 怎么会完全没有发现那个品牌 真的太开心 真的挖到一个保障 那Facebee他们这个购物网站里面 有400多的日系品牌 那大家说不定也可以像我一样 找到你们心目中的命定喜欢的品牌 那这次Facebee他们很好的是 有提供我的观众限定折扣码 只要大家在结账的时候输我的折扣码 就可以折底运费1000日元 就等于你们的运费不到台比100块 超划算 可是这个呢只限前1万名使用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要趕快使用哦 然后如果你们购买的话 拜托你们告诉我 你们喜欢的牌子的话你们买了什么 其实我真的很少拍这种开箱影片 跟大家分享我买了什么东西 就想说大家应该没什么兴趣吧 结果拍的时候觉得 超好玩超开心的 好那谢谢大家观看今天这支影片啦 希望大家买衣服买得开心 如果有要购买的话 记得要用折扣码哦 折扣码真的便宜很多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今この時が大切だから